相信各位叔叔都看过我的策划案了 不知道对这个项目有什么疑问 小巧啊 我们都老了 用你们的话说 我们都out了 对互联网经济实在是没什么概念 哦 不敢多说 这样吧 等我儿子回来 你跟他们聊聊 谈谈合作 年轻人都想自己创业 但真正成功的又能有几个呢 我相信你是个明白人 不会犯这个孤独 小巧 实话跟你说了 来之前令堂已经跟我们打过招了 我们跟你母亲都是多年的好朋友 生意场上讲究的就是交情和面子 这你应该懂的 他的面子 我们不能拨 作为叔叔辈 我想劝你一句 干嘛放着南桥国际的第一接班人不做 自己在外面瞎折腾了 听我一句劝 你也老大不小了 赶快结婚生子接你妈妈的班 当然了 你跟你母亲的矛盾呢 我们大家都略有所谓 但过去了就过去了 这世上最亲的还是亲人 不是有首歌唱得好吗 叫 世上只有妈妈好 你母亲真的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的 知道 来 大家请吃饭吧 来来来 吃吃吃吃吃 吃吧 吃吧 就好了 所以想想想想世上 我有这么好看吗 要看帅哥 你就光明正大的看 草莓 赵总 你真的是富二代呀 你们家有那么大的高尔夫球场 赵总 你说你们家这么有钱 干嘛要辛辛苦苦找投资店 闭嘴 记住自己的身份 叫你来上班 不是让你来打探老板隐私的 我没有要打探你隐私的意思 我只觉得你们家族企业那么大 应该是可以投资咱们公司 下车 我 我又做错什么了呀 下车 下车 行行 走 走 张总 又被丢在马路上 我怎么那么倒霉老泡家的老板 还好这里是失去 要是下次把我丢到盛山老林 我也老口吃了呀 对呀 不可能有下次 绝对不能有下次了 我要辞职 明天要辞职 我要辞职 我不干了 儿子 你这不过年不过节呢 叫我们出来吃饭干什么 是不是你姐姐叫你饭呢 神神不异 是 是 母女本来就没有隔夜丑 回家吃饭就行了嘛 就是 还花这个冤枉钱呢 爸 爸 一会儿啊你们就知道了 不过呀 你们待会儿看见什么人 听到什么话 千万别冲动 也别着急啊 妈 尤其是你 你就爱冲动 一会儿听我的 啊 好好好 妈答应你 还是妈对我好 不是 不是 那个服务员 服务员 你好 点菜 这个 妈妈菜 肥牛 黄鱼 香菇 炒肉 还有这个 点这么多干什么 都是自己人 少点点 一丝一丝就行了 是 少点点 我现在不是也赚钱了吗 拿点钱出来 请帕妈吃饭 真是应该的 你就别管了啊 这几个都要啊 那个 爸 你喝什么酒啊 白的 红的 皮的 你不要点这么贵的 哎 儿子 妈问你 今天晚上请客 是你请 还是你两个姐姐请啊 要是你两个姐姐请的话 那就给你爸爸 一杯好的点的酒 这两天 你爸爸在家里 就产酒了 哎 你这块什么意思 他两个姐姐的钱不是钱 你呀 就会灌着这个臭小子 重男轻人 哎 宝贝儿子 妈 就别管了啊 儿子来买单 点一瓶好酒 这个这个白卷 点这瓶子 来来 喝水 来 妈 来 妈 来 喝水 来 妈 哎 你们来干什么 阿姨 小德 给我说清楚 他们怎么会在这 哎 妈 你先坐 我等一下给你解释啊 儿子 妈 你说清楚了 我们叫你聚会 他们来干什么 哎呀 妈 你就别管了 你听我的啊 别生气啊 别生气啊 妈 爸 阿姨 今天 把大家请过来 是因为有个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宣布 我跟小德 已经正式 领生结婚了 什么呀你 慢点喝啊 受什么刺激了 再来呗 你干嘛呀 啊 别喝了 怎么 帕拉为你酒啊 没事 我有钱 我付钱都多 我是那意思吗 哎 我是说 你有什么事呢 告诉我 别跟自己过不去 王八蛋 我安慰你 你骂我干嘛呀 我没有骂你 我在骂你个 冷酷无情的王八蛋 谁呀 敢欺负你 告诉我 我收拾他 收拾 一定要好好收拾他 必须的 谁呀 气死我了 我怎么那么笨啊 居然被同一个人 用同种方式耍两次 两次 两次 是不是有钱都爱耍人玩的呀 小夏同学 我都快被你急死了 你总得把事情的来龙去卖 告诉我吧 是谁呀 就是我那个老板 赵八皮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笑成惊坏了 一天摆着让死于脸 我笑 我 我做错什么呀 我不就是实话实说嘛 就被扔到路边了 上次我更惨 我居然被扔到荒郊野岭 够不过分啊 真是 这事啊 不是我说你 自找苦吃 放着我这儿 疼疼的老板娘不做 非得给别人做丫鬟去 怪谁呀 你这臭小子 居然偷家里的户口门 自说自话去登记 你这心里 有没有我们做父母的 真是无法无天了 小的你跟我说 你严厉 是活我气死你这个老妈呀你 妈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我跟志远是真心相爱的 幸福不是金钱都换来的呀 你们这两个没房没车的 你给我睡大马路 喝起北部的你 不会的妈 小的妈 你现在 哭你有什么用啊 最重要的 要解决问题 想要清楚 别干了 辞职吧 来我这儿 左老板娘 怎么样 哭得也是好 我这一天天的 受苦受累 现在受起 好 喂 志远 二姐 出大事了 大姐现在加班没时间 我只能求你过来给我救场了 行行行 我知道了 现在过去啊 我送你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走不行 别着急慢点啊 知道了 别着急 别着急 叔叔啊 婶儿 我来了 小夏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好啊 先来先给你去完酒了 先去完酒了 先去完酒了 来 慢走 先给你去完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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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笑笑笑笑笑 笑笑笑 就是你什么说呀 找忘了姐姐的婚事不说 今天还要弄出这一首戏 你想忘忘记死我了 我怎么胜出 你这么个讨债鬼 女儿啊 那傻女儿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那么轻易就给傻小子骗了 她到底有什么好儿一穷二白的 还看上一个这么不讲道理的老娘 你真的是鬼迷行窍啊你 妈 妈 你又来了 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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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德妈妈 这件事 是我们的错 是志愿的错 你不能怪小德 小德 那姑娘 善良 不势力 她能看上志愿 但是志愿走了狗屎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 好好善待小德 你有什么要求 只要我能做到 就 对对对 阿姨 我有 什么 小猫 妈 您放心 我肯定会全心全意对小德好的 我要是不对他好 我天打五雷红 我遭雷劈 我我我 好了好了 什么天打五雷红劈死了 先让我小德说话 我说什么呀 你听不上来 小事 阿姨 阿姨 虽然呢我们家志愿 现在挣得不多 但是太阳实实的 以后都不好说 而且她忠厚老实 是做你去最好的人选 现在嘛 很多小姑娘只看钱 就是在精神方面缺失了很多 所以说这过日子 还想找一个适合的喜欢的才好 对吧 说得没错啊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尽管说 这里没有外遇 既然这样 那我那五十万彩礼就不要了 不过房子总共还是要买到 这门房子呢 得一步步来 又不是去菜茶摆菜 说买就买 现在回归重点 先商量一下 怎么把婚礼 风风过光的给办呢 说得有道理 好那我商量一下 先把婚礼订下来吧 妈妈 其实 我就是已经删了货了 房子的话 如果每个月的贷款 以我们俩现在的经济能力 我觉得 还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 我们就准备 不买房子了吧 小德 这个你放心 钱不够 我们来听 妈也不听你 谢谢妈 谢谢妈妈 其实 私底下我跟小德都商量好了 这个婚礼呢 我们一切从简 亲戚朋友 我们肯定要请他 请大家庆祝一下 吃个饭吧 省下来的钱 我们俩准备开一个婚纱摄影棚 小德是化妆师 我又是摄影师 我们俩合作起来肯定没问题的 那不行不行 小德嫁过来了 我们总得 要给他办点像像样样的婚礼 再说了 这些你呢 我们把符子钱都送出去了 办了婚礼 才能把符子钱收回来 我同意你的说法 谢谢爸妈了 但是我跟志源已经决定了 这个婚礼咱们就不办了 其实办那些不得办给别人看的嘛 我们俩在一块开心最重要 对吧 而且房子我们已经看了 我们准备过几天先租下来 然后就住进去 你妈不同意啊 那怎么行啊 再过半年你这肚子大了 谁照顾你啊 年轻人啊 考虑事情就这么丑生 你们回家来住 你到时候啊 叶子我来伺候 照顾我们的孙子 哪有婆婆照顾叶子的 中国人的老传统做叶子 当然得回娘家的 嗯 阿姨 婶 现在都开放二胎政策了 还不如给她们点压力 升二胎不就都解决了 对对对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妈妈快吃点吃点 吃点吃点吃点 吃吧 妈妈妈妈 嗯 来 哎 姐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致远的事怎么样了 别提了 简直就是惊心动魄 两个妈妈谁都不肯扔 你别说过程 我说结果 有我处吗 当时没问题了 最后啊 大家都决定 可以让他们俩出去住 但是呢 这个月子要在娘家做 两个月之后 孙子或者孙子 所有的孙女呢 有叔叔跟婶带 但是啊 有个前提条件 什么 要他们生二胎 啊 对对姐 嗯 叔叔跟婶 让我告诉你 让你早点回家 他们都挺想你的 知道了 好了小夏 我进屋休息了 你也早点休息啊 嗯 行 书冬先生 每当夜色来临 听着舒曼幻想曲 那曾经温暖的记忆 从内心涌出 故去的亲人 那么近 又那么远 虽然他们的面容模糊 但是 你能感受到 他们的存在 你只能感受它 梦境一样的清凉 月光一样的眷美 从心灵流向心灵 如同曾经年少 落日余晖 不能言说 如初次 俯在爱人的肩头 无声流泪 像垂暮之年 对着最后的落日 无言相顾 我们距离失去所有 无家可归 有多远 我们曾经假装自己 过得很好 为了过上自己 想要的生活 我们必须承担 多少压力 舒冬先生 知道我为什么 喜欢这首曲子吗 因为 它可以让我 触摸到逝去的亲人 给我勇气和希望 舒冬先生 你可能无法体会 失去至亲的伤痛 我能 今晚 可能要失眠了 犹豫着 是否要重新选择我的工作 舒冬先生 跟你讲了这么多的秘密 却一点都不知道你的事情 你是怎样的人呢 是在疑惑舒冬的品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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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疑惑舒冬 在疑惑舒冬的 衣蔑里面 不如我们见面吧 天哪 你要见面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进去了 我进去了 天哪 居然要见面了 太棒了 小夏 你刚半夜发疲疯啊 不是你说的吗 什么这么复杂 连朋友都比赏着 还跟网友瞎扯 有点睡吧 天哪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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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下午两点 公园湖边的走廊 记住 周六下午两点 怎么办 我穿什么呢 那种好看的衣服 着急见吧 爱 爱 辞职 还是不辞职 是个问题 是个问题 你大白天了做什么白日梦呢 你看 戴什么啦 好不好看 好疼 露西 你上次的面包还没做合格呢 像做蛋糕啦 你别看那卖相一般 但是吃起来非常好吃 来尝尝 这个 不用 快尝尝 就尝尝 还要尝 那 那我尝一下 好 好 来 怎么弄一用啊 这比上次做的面包还难吃 露西 我跟你说哈 这个蛋糕啊 不是人能做的 得靠天赋 不然这浪费多少食材 也就二百斤面粉 二十斤白糖 打住打住打住 我看你以后啊 还是别浪费粮食 你别让我当小白鼠了啊 有那么难吃吗 它虽然硬哈 但是味道好呀 对吧 对 不滑手 来历价了 没有 露西 我问你哈 如果你要去遇到选择性的难题 你要怎么解决啊 是不是有两个男人同时追你 你没法抉择 不可能 就像你这种长相 有一个男人追你就烧高香了 你到底怎么了 你别问那么多 你就跟我说怎么解决嘛 平直觉呗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抛硬币 一切交给老天爷决定 就是这样 硬币 自作花流 这么好吃的蛋糕能为欣赏 走 发个朋友圈 哟 露西姐 又发朋友圈呢 过来过来吃点啊 来 不过了 咱们 总有一天 我让赵总喜欢上我的蛋糕了 老板 老板 我有事跟你说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 今天早上的咖啡呢 咖啡 你 咖啡 你想要不能自己买啊 我又不是你用人 再说了我又不是垃圾 想怎么丢怎么丢 你胆子变大了 吃枪药了还是脑子出问题了 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无组织无纪律 是不是不想干了 对啊 我就不想干 怎么了 出去 出去 回来 拿出去 这是今天要见客户的资料 给我好好准备 我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手机一直在想 吵着大家没发工作了 喂 秦浩 什么情况 我在楼下等你呢 没走成 为什么呀 工资不要了 那破公司有什么好留恋的呀 其实老板觉得我是难得的人才 所以才恳求我留下来的 真的 宁夏 老板叫我 快快快 难得的人才 我也需要你这个人才 钱总那边怎么样了 钱总在亚运盯了包间 让你零六点钟准时到达 钱总喜欢以酒会友 所以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身体准备 那意思说就是要喝酒了 对呀 因为钱总呢酒量特别好 不过没关系 我给你准备了解酒药 一个小时之前服用呢 可以酒量备作 这是真的 死马当活马医马 我说你会不会说人话 你这 赵总 我问里面请 赵总 你好 请 钱总 这位就是Mary总裁 赵丹乔先生 钱总 你好 赵丹乔 你就是 赵丹乔 你就是 赵丹乔 你就是 被投资界集体封杀的 赵丹乔 我钱某人向来天马行空 独来独往 做事 讲究的是缘分跟心情 才不管什么狗屁的封杀令 请坐 谢谢 小妹妹 你打算了一定会不够惹 嗯 我就要咱俩一样 对呀 我比较喜欢绍兴酒 绍兴酒 一个小姑娘居然爱喝绍兴酒 因为我爸以前工作特别辛苦 压力特别大 所以他每天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吃妈妈做小菜 然后喝一瓶绍兴酒 所以我小时候就常陪我爸一起喝 好喝吗 我以前也觉得他又酸又难入口 但是爸爸跟我说 他很便宜又有营养 是百姓的幸福汤 所以我就喜欢上他的味道 最重要的是 他有家的味道 是啊 那个年代我也经历过 有切身感受 那你爸爸现在 看起来他还是每天一夜 我爸很多年前意外去世了 对不起啊 服务员 是 紫农哥付钱道 换酒 今天全部改喝绍兴酒 好了 钱道 赵总 赵总啊 嗯 烧醒酒喝过吧 喝得不多 那可是中国的传统名酒 等一下 一定要好好的多喝几杯 没问题 嗯 来 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家的味道 爸爸的味道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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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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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赵总 来 再来一杯 赵总 来 来 来 小夏啊 明天带着合同到我的公司来签约 真的 其实呢 你们的项目计划书 我早已经认真地研读过了 想法很好 模式很好 前景也很好啊 这么好的项目 我干嘛不讨议 那您为什么 我也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 合作伙伴的脾气性感 小伙子真不错 但更重要的 还是你 我 少前九的故事啊 感动了 孝顺的孩子 一定是个好孩子 那别忘了 明天早上九点 我们准时见 天啊 谢谢钱总 来 你小声点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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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晓晓 我跟你说 刚刚在家里打联网真有气势 拜托你招呼一下赵总 谢谢 别啊 谢谢 辛苦辛苦辛苦 大哥 怎么就走了呢 这活怎么办呀 干嘛呀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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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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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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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人 对 我一直是做 allons 树洞先生 忙碌的一天又过去了 一切都过于夜色 树洞先生 你是躲到树洞里去了吗 说来可笑 我今天居然没有听命天意 头好痛 我是怎么回来的 我们给你扛回来的呀 你醉得跟死猪一样可撑可撑 对了 钱总他 钱总他怎么样了 他好得很呢 人家都自己走回家 该死的烧心酒 你好选不选 选了我最不擅长的 让我输得好惨 你在笑什么呀 看我出手很好笑什么 那谁叫你自己逞强嘛 我都给你买血油腰了 你又不吃 到最后第一个趴下就是你 我赵丹桥光明磊落 不会搞小动作作弊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们这些富二代 喝习惯我们百姓的幸福酒 像什么白兰蒂啊 什么威士忌啊 才是你的强项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啰嗦了 把客户资料给我拿过来 准备明天要见的下一个投资商 你愣着干吗 等公司 等公司垮了 我看你还怎么笑 到时候你失业了 哭都来不及 我真不知道 我是不是脑子烧坏了 怎么老是不长记性 还老把你弄回来 赵总 告诉你个好消息吧 钱总明年跟我们签合同了 什么 真的 你嫁得这么快啊 刚才都装了吧 反正你也好了 我先走了啊 好了吗 这就好 你那些领带没有一个好看的 一会儿今天结束了去买新的啊 没事儿 不用那么讲究 好 那怎么能行 你以前怎么穿是你的身 从今天起啊 你就是我王谷的老公 你得有品味 嗯 嗯 你们下午去玩蓝桥古迹就去买啊 你还真打算到蓝桥古迹办呢 怎么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啊 难不成 你还心疼你那个老情人呗 你怎么又来了 有意思没意思 我就是紧张你嘛 再说我们定金已经打过去了 退不了了 行吧 行吧 走吧 嗯 帮帮我 好 走吧 嗯 既然咱们这次珠宝秀的主题设计出稿 明镜小姐辛苦了 啊 董董您来了 正好 我们这次珠宝秀的主题设计出稿已经出来了 我们计划从酒店大堂到会议室做一个主题的延伸 我现在正在今天时间 明镜 忙着呢 我现在挺忙的 有什么事一会再说 你何必呢 虽然说你从婚姻的战场上办下阵来 但我们还是老同学 不好意思 冯总 这样吧 我让我的员工先带你去会议室看一下 对 刘欣 我们刚刚是订阅婚的菜单和流程 我们选了下个月八号 是个黄道吉日 你一定要过来啊 我们请了学班同学 所以你不用什么压力 那天就当着同学去会好了 你知道的 我一向工作都挺忙的 那一天不一定有空 我们再说 真是巧 我刚刚顺便问了一下人事 那天你刚好在酒店 别借过缺席啊 当然了 人来就行了 分子钱我们不在意的 最好呢 你是能带个男朋友一起过来 对 我忘了 这一时半会儿的 你要找一个又体面又有钱的男朋友 也不那么容易啊 所以你更应该过来啊 我把手捧花给你 这家喜气啊 不让堵车啊 来晚了 等着急了吧 嗯 八号是不是 我一定参加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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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在想啊 你说说我 我怎么没早点跟你好呢 嗯 现在也不晚啊 哇塞 钱走也太爽快了 这么快就把合同签下来了 商人一切都以利益为本 我们的方案投资回报率很理想 有眼光的投资人都不会拒绝 谁都不会与人民币过不去的 怎么什么事到你嘴里就变得没有温情 温情 商界不相信眼泪更没有温情 这是一块弱弱强食寸土必争的战场 那也容不下亲情友情还有爱情了 好好赚钱吧 没有钱你拿什么呵护你的亲情 嗯 支持你的爱情 联络你的友情 哼 靠嘴吗 别闹了 嗯 拿着 签上你的名字 签上你的名字 我 对啊 公司的规矩 今天这份合同有你的一份 我还可以在那边签字呢 怎么你不想签啊 不不不不 我就是太激动了 那我 那我签字 哎 赵总 这上面还有字呢 我的东西都有我的名字 哦 跟电视里的有钱人都一样的 可以显摆 这不是为了显摆 我告诉你 你听着 我现在教你第一课 初来闯最重要的是什么 记住自己的名字 赵总 这个是千语千询里面 小白龙说的话 你也看过吗 嗯 对啊 也有朋友介绍给我 所以我看了好多遍呢 那 你是小白龙吗